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赛的时间是11月5日星期六和6日星期日 在青少年信息中心继VIA DE LA ORFANN20号的青年协会和青年企业信息咨询窗口 您可以向经济贸易学专家和企业家免费咨询 11月4日星期五14点30开始 可以在网上填写表格预约免费咨询 咨询的时间为每位20分钟 咨询日期定在11月10日星期四的15点至18点 该服务面向年龄在35岁以下的青年人 11月7日星期一公共交通工具罢工 为保障出行会在以下时间段提供服务 市区近郊线路和地铁6点至9点12点至15点有车 远郊线路和194346B路 时发车至8点和14点30至17点30有车 详细信息可查询GTT官方网站 巴拉迪西马是一项艺术活动 今年是第七届 它在短时间内便发展成为了一项 都林当代艺术的重要活动 11月2日至6日 在三萨罗瓦地区 由近百处场所如街道、商店、空地和学校等 成为了青年艺术家和创新者 诊视其创意的地方 具体的活动安排等 请查询屏幕下方的网址 借由当代艺术特别秋季活动 今年也像往年一样 11月5日星期六是当代艺术之夜 当晚整个城市将举办丰富的艺术活动 包括艺术彩灯、设计等等 另外与当代艺术有关的博物馆、美术馆等 也将会在夜间特别免费开发 详细信息请查询屏幕下方的网址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